郑清文打进女单决赛,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强,中国球员郑清文25日以6比4,6比4击败从会外赛晋级的乌克兰女将Diana Yostramsk成为里纳之后,史上第二位进入大满冠决赛的中国球员。 由于现场有众多华人观众,主持人也问郑清文要不要在场上用中文打写球迷。 在场上受访时,郑清文一开始用英文回答,他称赞对手打得非常出色,尤其是底线球,但现在很难用言语表达他的感觉,这是我在澳洲的第一次,感谢大家的支持,也感谢我的团队,谈到团队,郑清文说,当然我们一直在努力,我想这是每位运动员的基本要求,我们在网球场上付出很多努力。 同时在健身和治疗恢复方面也下了很多功夫,这是基本的事情,我认为,这些细节对每天都有帮助,再次感谢我的团队,没有你们我做不到。 而主持人看到现场有众多华人球迷,问郑清文要不要用中文发表感言,郑清文最后表示,先感谢现场为我加油的中国朋友们,然后谢谢你们,你们给我带来了非常难忘的回忆。